大家好,我是設計師浩哥 AKA老屋翻修達人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在設計、在裝潢、在裝修的時候 這個牆面的處理 大致上有幾種的處理方式 那我們通常在買的這個 預售物也好 或者是這個老屋翻新也好 這個牆面的處理通常都是 我們的RC層 比如說建商他們在灌模、脫模以後呢 然後再粉光 粉光他們內部會請油漆師傅來上一層底氣 然後再做漆這樣子 那通常我們接到 新案子或者是老屋翻新的時候 這個牆面的設計 就幾種做法可以來處理 第一個就是 最簡單的就是直接做漆 那做漆的話我們要考慮到這個 牆面的平整度 所以當然一分錢一分貨 所以在這個油漆的預算上面 就是看要把它處理到什麼程度 是可以住就好 還是要讓它更美觀 讓它整個牆面看起來是更平整 因為稍微在一個角度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發現牆壁是不平的 這個也不是建商脫光剪掉 因為這就是 呃 出負在水裡粉光的時候 本來就會有一些斜取度 要燈 剛好一個燈光打下去看到 才會看到有一點稍微不平 那實際上平常這樣看的話是還好 那有一些 呃 客戶要求的等級比較高 那他們也想要整個 裝修的質感更好一點的話 油漆的預算來決定我們的牆面的平整度 還有它的這個 它的油漆的那個細膩度 那今天我們談的就是這個 這個牆面的處理方式有其中 如果要瘋牆的話 通常我們都會用 甲板或者是 細酸蓋板來處理 那其他的像我們在 面貼牆面的材質 還有一種是壁紙可以來處理 壁紙的價差蠻多的 就從幾百塊到幾千塊都有 那如果你選擇要用壁紙的話 要考慮到未來 因為壁紙是用那個 我看他們是用一種透明的膠 然後去滾過以後 直接貼在牆壁上 那未來如果你是勉強要重新處理 不想要再用壁紙的話 它在處理上很麻煩 因為那個膠整個是布在牆壁上 很難清除 那以前我們在做這個 老物繁星處理的時候 有那種壁紙是 拆不下來 拆下來就整個爛掉了 然後還請阿姨用這個 鹽酸慢慢洗慢慢洗 把這個膠洗下來 朋友你們如果想要貼壁紙的話 就要去稍微思考一下 未來的 如果貼完壁紙 當然以後你要再 撕下來再貼壁紙是OK 就是再換一次壁紙 那如果你撕下來 重新做漆的話 你就要考慮到這個部分 你貼在我們這個甲板上面的 比如說我們做櫃子也好 做造型槍也好 那我們如果你要貼木紙皮的話 像這種木紙質感的 通常還有像Polybong可以使用 Polybong 然後或者是石木的木紙皮 或者是美奈版 Bekola 那這三種都是那種木紙的呈現 只是每一個的材質不一樣 那最貴的當然就是木紙皮 就是俗稱的石木木紙皮 Polybong 那它叫來的時候是一片薄薄的 那薄薄的我們在先打一層底 用甲板或木形板打一層底 以後再來貼這個石木木紙皮 貼完以後後面還要再做漆 油漆是否還要再來做一次漆 可能做保護漆或做染色都可以 那所以貼木紙皮是木做裝潢是最貴的 就是貼木紙皮 那呈現的質感也是最好的 那再來就是雷扣啦 那它本身它的錶材是防水 因為它不是木頭做的 印刷的類似比較到印刷那個等級 那它的優點就是它第一它防水 它貼上去以後它也不用再做漆了 所以比較省 但是它在這個直角的接縫地方 永遠都會有一條很細的黑線 那是沒辦法處理 因為它本身材質的關係 它不像木紙皮在這個L這種直角 不管是外角還是內角 貼起來都是看不到那一條縫 但是那個我們的雷扣啦 怎麼貼都是有那個縫 因為材質的原因 那再來的話就是 我們做櫃子啊 做那種開放式櫃子 裡面的筒身 有時候我們會用到一種叫Poly棒 那Poly棒叫來 我們師傅叫來的時候 它本身已經在這個甲板上面 已經貼了一層Poly 為什麼叫Poly棒 可能就是因為它是這個PVC的材質 Poly Stake 所以才會叫他們俗稱Poly棒 那Poly棒本身是用在這個筒身比較多 或者是預算比較少一點 或者是在商控 比較多常用到這個Poly棒 因為它師傅叫來的時候 這個面貼好 面貼好這個材質 所以師傅就不用再去經過貼盒之一道手續 那工程它的工程的時間就少 木工師做的時間也少 那當然相對工資就少 所以用Poly棒就是相對比較便宜 比較深的方式 那像我剛才講的這個 美賴板啊 Lekola跟Poly棒 這個就是 因為師傅他會先打底 打底完再依照現場的那一個尺寸 一片一片去採去黏合 黏合完還要把旁邊還要修邊 那甚至有些像我們做門框 那個邊這麼小 那師傅就要慢慢去修慢慢去修 倒倒結 倒倒結 那時間就花得多 那木工的試做時間多 當然工資就拉比較多一點 那所以在選擇這個 木工試做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考慮到 要用的Lekola 這個Poly棒 Holy棒 那還有一些廠商比較特殊 會出一些試裝板啊 或者是特殊板材 那個我們就比較少用到 那今天討論的就是 比較常用到的這幾個面材的東西 還有我們的牆面的處理 那就是油漆 然後貼壁紙 裝飾板 就是一些Lekola或Poly棒 但還有一種就是 美式造型的話 我們還會再多做這個線板的設計 那線板現在都用這種發炮的材質 坐在這個腰帶也好 坐在這個天花板造型也好 坐在踢腳也好 就會用到這個線板 來呈現這個美式的效果 OK 好哥今天分享到這邊 就是我們來今天分享的 在室內裝修 或者是在新陳物裝潢裡面 會用到牆面的處理方式 面貼的這個材質的材料 來跟大家分享 謝謝 掰掰